好,使館又見面,這麼快一個禮拜了 真的很難找到一個老友 不好意思你這麼年輕都看《山海經》,真的難得 不過如果說起現在的人看《山海經》又不是 因為其實《山海經》裡面的怪獸和精靈 其實在一個次文化方面有很多發展 因為你知道我教書之外也是一個宅男 最喜歡看日本動漫的 其實日本動漫或者香港台灣的創作 其實現在都很多會在《山海經》取材 不過說起如果是次文化的話 其實我到現在都很奇怪 為什麼還未有人拍《山海經》的電影 我記得十幾年前跟你一起和徐克吃過飯 他知道我不是以前出過《山海經》的書嗎 他那時候也說他有興趣拍《山海經》的電影 我記得他那時候也說過 但到現在都還未搞得到 但其實以現在科技來說 是絕對不難搞的 絕對拍到 因為現在的CG是用得到的 而且你幻想得到就自然拍到 反而我覺得如果《山海經》提到電影的話 我反而覺得前一陣 J.K.羅琳的《怪獸與他的產地》 那個有點像西方《山海經》 尤其是說到男主角 打開皮箱 落到另一個異空間 然後在世界中 環顧四周是不同的風景 有不同的日光 另一邊是晚上 另一邊是落雪 有不同的怪獸 我覺得這個挺像《山海經》的世界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西方傳統的怪獸 在裡面穿插 不過如果說起電影 我期待看看中國或香港 會不會有一個跟《山海經》有關的電影 但就不是那麼膚淺 純粹是靠特技那種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 現在新年連年都是西遊記 都拍到爛了 由中心的孫悟空到現在 孫悟空爛口和唐僧在這裡 互相鬥 而唐僧有一點雞雞的 什麼都出齊 其實可以在《山海經》裡做一個 你看看日本的唐三藏 曾經是女人也試過 是的 還有太空科幻 不過如果說回到次文化 其實現在也有些人 開始會重視《山海經》 比如說先說香港 香港有個漫畫家 邱福龍很出名 他剛剛好這一年初 就出了這個叫《山海逆戰》 就是用《山海經》 來返回《山海經》這個世界 然後說如何獵怪獸 然後有很多幫會 奪取一些怪獸 不過香港漫畫始終 有一個特色也好 或者我覺得有一個缺點也好 就一定只是打鬥 就是裡面為了怪獸 然後個個都是肌肉佬 肌肉妹 然後就來打生打死 然後就去捉怪獸 就是和過往我們看過 龍虎門 天下那類都只是打鬥 對 不過始終他這個 起碼令到多一點人 認識到《山海經》這件事 因為其實如果多人認識了 自然會多人去研究 或者多人會關注這件事 有興趣 這樣的話始終也好 這個如果《山海逆戰》 可能比較給大過少少看 或者成人少少看的漫畫 剛剛好我上個星期看到有本書挺有趣的 叫做Miu Dong的作品 叫做《Go Go Yamaha King》 跟香港的Go Yamaha Girl 什麼殺行山的女孩的故事 的名字差不多 裡面的公仔挺有趣的 就是說嚴羅王大人 不想做嚴羅王 覺得公務很悶 然後轉身去了《山海經》的世界 然後到處遊歷 裡面就提到很多《山海經》的地理 一些動物 很有趣的 還有這個公仔是封面 一會兒都可以展示出來 其實也是挺可愛的 這個屬於可以讓小學生看也沒問題 這個挺有趣 這兩個都是香港的作品 然後台灣 其實台灣前一陣子都出了一本 叫做《興小說》 因為現在很流行一些小說 叫做《興小說》 就是裡面有文字之外 就有大量的動漫插圖 而且裡面的故事比較軟 而且不是那麼嚴肅 很多時候可能會拿回一些 跟我們動漫界有關的話題 或者一些所謂的隱喻 叫做《山海雙餐二話》 作者叫做《小鹿》 出了四本 跟著《小鹿》 他裡面的Facebook也有說到 其實他是想出很多集的 只不過因為始終出版 各種各人的問題 只是能夠容許出了四本 他也有很多隱悔 遲些可能會用另一些形式 再出多幾本 但其實他以《山海經》為藍本的創作 我比較欣賞他這個 因為他這個四集的漫畫 裡面有一些男女愛情 以及一些動漫式的打鬥 但其實他裡面當中牽涉到 這些人也是吃了《山海經》裡面的怪獸 原來得到的一些能力 然後就是說 那些人就把《山海經》裡面的怪獸 就抽血來做一些藥丸 但是在世界裡 就成為一些禁藥 於是就會形成了很多 有特殊能力的藥 但是所謂禁藥 然後就引起很多幫派鬥爭 來搶藥 但是故事是挺有趣的 有些創意 這個呢 等於幾年前 西方 有一個二劇集 叫做Trubert 你有沒有看過 是 李國的 Trubert說 日本人發明了一種 人造血液 代替了人造血液 變成吸血鬼界都渴了 即是不需要再吸人的血 吸人造血液 不准我看看可不可以拿那些書 那些封面交給朱卿 你看看加上去 你把你的書 拍了之後 交給他看可不可以做一個 介紹我們看過《山海經》的書 我本來是一個海外華僑寫的 他寫了很久 他說《山海經》其實是一個太空的傳奇 所以說的東西並不是真是山 真是海 真是怪獸 而是代號 一些星球 可能是 是的 很多其實是太空外星人的飛機 或者是他的儀器 或者是他的機械人都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有看過 挺有趣的 但是這種就是 村座附會 我覺得 但是村座附會 有他的噱頭 也有些脆微性 他畫圖 那些圖 簡直是 相似於那些怪獸 相似於那些山脈 還有那些地理 還有那些山河 就是他的基地 這樣說 這是另一種對《山海經》的說法 所以《山海經》的有趣之處就是 他純粹裡面短短的文字 令到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聯想 或者很多不同的遐想 所以我剛才介紹過 那三本 屬於科外毒物 或者動漫界的作品 其實都是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地方 對《山海經》有不同的演繹 剛才提及過香港和台灣 其實我最喜歡看的日本漫畫 其實當中也有一些 有用到《山海經》裡面的東西 來做一些發展 是嗎? 例如我其中一個漫畫 我最喜歡看的 是《高田御三》的《三乘三眼》 《三隻眼》 整本漫畫都牽涉到很多神話 因為跟《三隻眼》有關 就是跟一些印度神靈有關 由一些印度神靈去到西藏 然後再去到一些不同的傳說 當中他也有提到《山海經》的怪獸 來做一些夥伴 或者戰鬥的對象 這也是日本人 也有接觸到《山海經》這件事 來將它加以發揮 但如果是純粹以《山海經》來做一個創作漫畫 日本那邊似乎是沒有 反而《百鬼夜行》那邊 之前也說過 有不同的作品都是以《百鬼夜行》來做一個創作 所以我覺得《山海經》真的是一個寶負 創作寶負 除了是一個學識上的寶負之外 其實是一個創作上很大的寶負 如果是拿到《山海經》這件事來做一個創作 其實根本是可以 如果是拍電影或是拍電視的話 如果是劇本也好 其實真的可以誤受無法做 不過大陸其實現在也有幾位作家 都在寫一些關於《山海經》的小說 也有的 叫做《山海移民屋》 是否是網站小說 他由網站小說 然後就變成實體書 起碼我也看過有兩個作者 在一個叫做《山海移民屋》 都是拿《山海經》有關的東西來寫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期待 如果日後將來有《山海經》的電影 也會不錯 不過是否大陸好像也有拍電視? 是否好像也有拍過? 因為《山海經》沒有一個長篇故事 其實每一個動物、植物、甚至山川河流 都有很豐富的幻想 可以逐落去 寫一些他沒有寫過的情節 但這個要驚動到一個非常大的創作的思考全體 並不是一個人能夠獨力做完 只是拍子有的,但我不懂 但是 因為你要想起這麼多故事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還有他裡面有什麼特點呢? 這些涵冷都是需要創作的 但他已經給了很多創作的靈感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你要有追悍性 要有懸念 要有驚奇 要有人物性格 要有這些等等 他才做到一個戲劇的效果 吸引人體 《山遊記》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一個有傳奇色彩的故事 也是有很多潛能可以使作者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任他加 變成我們為之大話西遊 大話西遊 變成他可以任他加 加得好有加得差 加上現在的CG可能會有新的局面 但你知道我們《祖國》看電影仍然慢慢走向官能刺激 同時官能刺激我們覺得很重要 因為一定要吸引人體 其中的寓意作為一種傳媒都必須有 否則他完全只有官能刺激 看完之後就忘記了 純粹官能刺激其實不難做到 但有沒有意思才有用 意思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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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件事還未說完 就是水上的動物 上個星期說到人魚 山海經濟有很多怪魚 為什麼海洋會給人類一個這樣的幻想空間 剛才你說了幻想空間 因為海洋其實比太空更加難深測 人們還說上太空上去月球或者太空探險 其實自己地球的海洋都未探光 對,我們認識的很皮毛 尤其深海的海洋 在我們來說,簡直是所知甚少 現在不斷發現到的都是深海的一種生物 從來未見過 如果上網上 大家經過很多生物,很多魚真的很奇怪 是 剛才我們說了那個Mermade 人魚 中西方最大的分別就是 中國人的人魚好像是聚居群居 是的 西方的人魚好像是打單拋 第二 第二 你會發現 中國人不是很注重 人魚的美女 西方但是才是美人魚 西方比較浪漫主義一點可以說嗎 可以 我們去過這個看過 小小小小小的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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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原來的丹麥 那個銅像 不知道你有過過這個銅像 沒有去過,但我見過這個銅像 我有一次去過看過,在海邊很多人坐船,或者在海邊看看 很小隻,但因為那時候,多謝和路迪士尼製片商 利用了他的故事寫了卡通片《You do Mermaid》 再加上很多童話故事,將他綁紅了 就變成美人魚了,人魚一定是美的 在中國人魚未必是美的,在外國很多人魚都很醜 你記得哈利波特裡面的歌聲迷惑人,歌聲迷惑海源 很噁心的,很難聽的 剛才我說的怪魚,我看到我寫過一本書叫《妖精鬼怪》 在裡面有很多條魚出來說 有些人面如身,有些人身如尾 有些人身如尾 因為在深測的海洋裡面,這些動物是經常吃人的 或者是遺害的 你記得聖經上也有整條魚吞了一個人進去土,住了三十三夜故事嘛 然後考驗他對主的信念 這個之後就延伸下去,後來小木偶旗預記 其實都拿了這個故事來延伸下去 那個小木偶的木匠被一條鯨魚吞了 鯨魚吞了木匠之後 在高橋 高橋就是一隻小木偶,和他爸爸的木匠一起給一條大鯨魚吞了 大鯨魚在裡面生存,因為有夠空氣 最後就點火,打噴刺 一打噴刺就把他們吞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童話故事,Pinocchio裡面的大魚 所以西方都有這樣的大魚的恐懼 還有一個你記得嗎?就是上了一個岸,在一個島上 原來那個島是一條大魚,在裡面居住了 還要生火做了幾年,然後發現原來是在大魚的背脊上生活了 大到這樣,這個真是人類的想像 類似的故事也是在生物的背脊上生存 其實也有另一個,上次你曾經說過原武那隻大龜 然後很大隻有兩個頭的龜,那隻原武 也有些故事是原來在原武的背脊上 原武在海裡生存 然後整個背脊都已經生滿了草、樹等 其實以前的人對於海洋這件事 真的感到很神秘 因為在以前來說,古代人看天 可能就比較看得清楚 最多有些雲 但如果看海,就真的看不清楚 所以就似乎對海洋的恐懼就比較多 反而對天是一個叫敬拜或敬衛 就未必是這麼大的恐懼 所以對於海洋的幻想也會有很深層次 是的 在西方來說,魚也有所謂食人的一族 例如,我記得我看過一個探險小說 講亞馬遜河的一種食人魚 它是很小隻的 但一出,就全群 大約無千無萬 整條河就被它佔據了 走過,那些牛、動物等等過河 遇到這些食人魚,一堆地來 總之就像黑雲駕到那樣 完了之後,那些牛都不見了 那些牛都游了之後 骨子也游了 其實是否真的有這種的呢 是否真的有,還是幻想呢 可能是有食人的魚 因為如果是 這種情節,螞蟻就肯定有 因為你知道我是養螞蟻的 我很喜歡研究螞蟻 那行軍蟻就是完全有你剛才所說的 蛇,或者比較小隻的鹿 走過的話,那些行軍蟻就比紅火更加恐怖 那些行軍蟻就沒有固定的居所 那些行軍蟻就沒有固定的居所 那些行軍蟻就周圍走 就像郵母民族一樣 那些行軍蟻就周圍走 走到那裡的話,那些地方就吃到那裡了 所以譬如說蛇,或者那些鹿,或者狐狸 那些是真的看過片的 是真的整隻被牠吃掉的 真的只剩下鹹骨 這種情況在陸上的螞蟻就有 但是吃人魚是否真的有這種的 我真的不知道 阿馬遜河的蛇人魚是否有呢 我也未曾深究 但是我相信吃肉的魚是有的 反而如果說吃人魚阿馬遜河的魚 有種比較恐怖一點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是真的有的 就是說牠是吃肉,不過牠就不是這樣咬人 譬如有人游水的話 就反而經過你一些器官的入口那裡 在你裡面那裡來吃那種 尤其是藍性 這種就有,很小的魚在入口那裡進去 這種就是新聞社以前看過的 這種反而更加恐怖 恐怖過你一條這麼大堆來咬你 吃人皮的魚我有見過 這個在台灣和在大陸都有這種換衣 我也有咬過,日本也有 叫腳皮魚 這個叫做 那個客人就把腳放在池裡面 然後那些小魚就走過來咬你的死皮 在腳的死皮 這樣就吃光你的死皮 然後你的腳都靚了很多 這樣說,我就不敢讓牠吃 我有玩過,好像幾百日圓 然後十分鐘左右 我試過玩過,在日本玩過 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那個名字我忘記了 總之叫做腳皮魚 還有一隻咬腳皮 挺有趣的 不過這種就總好過是 其實好像金魚缸裡面的琵琶魚 其實牠也是不吃正常的 青豆腐 但是原來魚在山海經裡面 都有很多是戰鬥格的 就是打的 其中有一條有一種魚是會有翼的 這個翼的魚叫做鹿魚 南山經裡面有一隻刺旁的 我相信,可能是古人的圖和文字 可能剛才說了,有一點點誤驅 所以覺得牠好像有翼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一種魚叫做飛魚 那牠會在海上飛起來 那這種飛魚會相當變成那種鹿魚 那我不是其他 說到鹿魚,另外還有飛魚 另外山海經裡面還有一種文饒魚 文饒魚,也是有翼的 也是曉飛的 很多人都會認為應該根本就是 太平洋或西太平洋那些飛魚 那樣的東西 是的 是的 還有一隻魚,山海經沒有的 但是我們香港就當補的 這個叫做中華爆海泉 中華爆海泉在以往 鄧家或者水上人來說 並不是好意頭的 有句說話叫做烏忌白忌 白忌和烏忌其實就是這種爆海泉 或者烏海泉 那當牠好像有翼的 那一跳出水的時候 牠在水上是一個波浪一個波浪跳出來 那當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些漁民,尤其是鄧家的人 都會覺得會有風暴 有不同的海浪風暴會出現 因為牠不自在 在水頭不自在,牠就會這樣跳躍 所以烏忌白忌,來吧 那就是一種海洋翻風前的一種預兆 那我相信魚類的直覺 那個感覺是相當敏銳的 就是牠在水頭水溫轉了,或者變了水流 牠馬上知道 就是跟有些老人家風濕一樣 這個不奇怪 沒錯,會有這樣的動作 另外,我又看到 西方,因為航海的技術 在15世紀開始 由這幾個大國崛起 譬如葡萄牙,譬如西班牙,荷蘭這些大國 能夠建築到牠的大型船艦 出海之後 他在出海的圖片裏 都記載了很多海上的空殘動物 在海桃那裡 譬如 那些海獸 那些大八爪魚 你記得有一部電影 是說大的八爪魚 是 那些Squid來的 那些大八爪魚 能夠將魚 整條大的戰艦 用牠的爪 觸角 鋪著 硬撐著 那條大八爪魚 力量多大 還有 凶殘 那些魷魚 究竟有沒有呢 其實科學家都會說 究竟很大機會有的 因為他本身來說 地方無限 還有他有軟體生物 體型可以是 生活得大一點也沒問題 但就未有實體來捉到 不過始終也看過一些影片 就是說 那些蜜魚是可以 整條鯊魚是可以包著牠來吃 也有這些影片 真的有看過 再加上 我看到圖是說 有一個殘屍 是沒有法在俄羅斯的魚船打牢 是沒有法分辨到的 但這些人都相信 可能原生 都是一個大的八爪魚 那張照片很經典 好像有個吊臂吊著牠 吊了一隻不知是鱷斯湖怪 還是一隻 墨魚的怪獸那張照片 所以其實海洋 這個在西方也很出名的 大家記不記得海洋中有一種 大的魚 其實它就是在這個山內經裡面 就是在 大的魚 豬的形 就成了豬 但是它的尾就是魚 這種魚 其實在西方的鼠語裡經常有出現 叫做Hawkfish 豬頭如身 但是大家知道 山內經裡面 很多就是不同的頭 有不同的身 而且是給了一些神名 譬如龍頭人身 牛頭人身 這些我想是最早先文 最早的人 最早的人 是一種幻想力 龍頭人身的其中一個神是繼蒙 一個龍頭 雞毛 如果提到魚也有牛頭如身 豬頭如身就沒有了 牛頭如身也有 就好像說一出現就會 又有大風雨 總之很多時候 那些動物都會有一些效果 如果不是吃牠的話 就是牠出現的話 都會有一些效果 例如招風雨 或者有些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好事發生 也會有 總之每種動物都會有一種效果 究竟效果這件事 其實是甚麼意思 可能根本未必會有這種效果 就像上次之前人曾經說過天狗食日 這件事 你要打鑼打鼓 然後才趕走那隻天狗 讓牠把太陽出來 會否可能是 剛好看到這種事 而當地又發生某些事情 於是乎將兩樣東西聯想 這個其中 亦可以考慮 究竟如果有這種動物 究竟是寫的時代 究竟是甚麼時代 也有些人會從這個角度 或是從這個時間方向來想 在山海經濟的方面 古時醫藥沒有現在的文明 很多時候真的要靠一些經驗 所以以前是神龍常百草 神龍市現在大家知道 未必是一個人 可能是一族人 或者是一個團體的人 這些人就是在農業社會裡面 分工裡面研究一些草藥 真的要做很多實驗 試過才行 否則中國人都死了 神龍這一族 整族人都應該是撒草死的 沒錯 不過如果在山海經 也有記載過神龍 神龍就是牛頭人身的 不是人 是牛頭人身的神族 我看他很多是合理的推上 在山海經裡面 例如牛頭是吃草 那時中國人都認為牛是一種有德性的生物 也是屬於某一種神性 所以拿了他跟一個神去聯想 也是很合理的 是的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龍頭 就是明清時候的一種創作 是 這個龍就是六角 是六角 是 六角 是 其實如果說起龍 其實如果說起龍的話 就是蛇身 然後是六角 其實龍的話 有拿了蛇和六 這兩樣的元素 其實都很重要 就是有一種生生不息 因為六角 每年都會脫皮 就是脫皮 沒錯 脫皮 然後變大 而蛇也會脫皮 然後又會再長大 所以六角和蛇的皮 都是給人的感覺 是一種生生不息 一種循環 所以 有一種 我們叫做 周而復始 重生 重生的 重生的 因為有很多 比如蟹 龍蝦 這些硬殼類的動物 他的生長 他長大了之後 他的硬殼 是不能夠再容納到自己的身體 所以他每年都要脫一字殼 包括一些蟬 他更加要脫皮 他要增加給他生長的能力 這些人的幻想裏 隱身之後 就作為一種重生 就像拼皮 一種能力 一種重生的能力 龍也有這個重生的能力 中国的龙就跟外国龙都说过这个问题 跟Dragon根本是两件不同的物体 就算Dragon也有不同的物体,这个我们也说过了 不过在现在《三个经》里看到龙的样子 只不过是明朝和清朝的画家的想像 我相信以前看以前的龙未必像现在这样的形象 如果看回古玉,反而像一只猪 那些叫做像龙,像一只猪的龙也不一定 所以究竟实际上是怎样呢? 到现在我们今天还未能看到原来《山海经》的图 希望有这个龙未能证明 如果《山海经》的图,以前来说 《山海经》的图,上一集也说过 其实都是后人来做一个创作 如果《山海经》的图,在一些出土的文物 曾经有些是在一些疏装盒或小盒子里 有一些铜雕 相信应该是《山海经》里的其中一个风景 但究竟以前《山海经》是用什么形式来记录呢? 是铜雕,是布白来画,还是用不同的纸来画 现在是无从稽考 但有些雕刻相信应该推敲下去 或是跟《山海徒》有关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缺点 你记得,如果我们现在看回宋朝的画 它多数是画在卷上的 我亲眼见过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馆 它的卷已经开始霉烂了 因为是一千年 一千年其实纸是挣不了一千年的 任何的纸张 因为它本身都是植物的纤维 它会腐化 硬料呢 如果它是植物或是矿物 它都会慢慢的风化 你怎样保护它呢? 它都受不了时间的折磨 中国很多古徒 究竟是当年,譬如看的时候 是不是画在券上高 或者当时的粗造的纸上高 蔡伦做纸我们知道 但是蔡伦之前也有纸的 不是那种纸 不是现在我们的纸 那这些纸能不能够 二千多三千年保留呢? 这个是没可能的了 如果在群墓里面就更加没可能 尤其是有绘图 所以这些可能消失 但是这个世界也很难说 如果它是在石上高 或者金属上高 黑了在那里 又可能保留了几千年 比如亚术文化 亚基德文化这些 都是在泥上高 或者石上高 中国人的顶纹 就在顶上高挑黑 在顶 或者在那些制器里面 这样就可以保存到现在 或者夹骨纹在骨 我们不知道 所以可能将来 过多几年 有新的发现 可以见得到 这个山脑经里面的图也不一定 可能在金属 或者石头 或者泥 的板上高 我们就大开眼界 刚才我提到 我相信 它所谓的龙 原来龙的观念 可能有些出入 刚才我提到 有些化妆盒 在河南省 有些古墓 找了一些化妆盒 上面有些图 不知道是否 如果说到龙 最初的龙 是一个蟲 字边 一个叫字不要 口的 寫法 纯粹是一条蛇仔的形狀 是的 因为当年龙、蛇、蟲 这三样东西都未必能分得清楚 是 后来文化路进展 原来只使这三样东西 大家分开 昆蟲的观念是很厚的 所以山脑经里面 西方的观念也很厚 山脑经里面 有一些怪兽 他都不知道 将它是昆蟲 写了做蛇仔 因为山脑经里面 有一些非的鳥兽 总之是小小的 他都当是鳥 但有些可能是蜜蜂 那类 其中有一种 我记得一种 很出名的山脑经里面 有一种叫陰园的怪兽 他就说 形状像鳥 但是 会有刺人 刺到的话 会中毒死 那其实 会不会根本 这种可能是一种蜜蜂 来的呢 其实也会有一种 是的 因为那时的人 对昆蟲 没有昆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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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飞禽走兽 只是有这种观念 然后有什么怪物 我记得有一种语 叫做喉语 喉语 其实这语是喉 我们很多时候 在广东话转了音 就变成了喉语 喉语 你知道这种语 就是那只女的痴的 背着的 男的游过海 那些人就引伸了 如果女性 有春情作动 就说叫做发孝 是的 其实就引致喉语 又读成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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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一种 现在的好像魔鬼鱼 又叫什么 马蹄甲 好像海上人家俗语 是的 是的 那些人就引伸了 其实 这个最早都是一种误会 图都是误会 他画出来的图 我给大家看 都是两条鱼打蚝 他就觉得它是连体 当年就觉得连体是一种怪异的现象 其实它不是真的连体 它是背负着 生活背负着 它离开 走 是的 但是这种鱼 这种鱼我见到 十多年前 在长洲有得吃的 十多年前 有得吃的 但是这种 要我所知 应该是受保护的 是不是 应该是受保护的 应该是受保护的 但是有得吃的 十多年前 如果说起鱼的话 《山海经》里面 《北山经》提过一种 叫做肺肺之鱼 肺就是鱼字面 是使字的寫法 应该是肺字 提到说 如果吃了这种鱼 这种鱼有毒 不当食用的话 就会致命的 他提到不当食用的话 其实会令人想起 根本会不会很河豚 即是鸡泡鱼 因为鸡泡鱼可以吃的 不过就不要吃它的胆 它的内藏 就是不当食用 所以会不会 根本就是 例如《山海经》里面 因为纯粹只是一幅图 甚至刚才你所说的那种 后的鱼 它画的时候有误度 而文字也可能比较少 令人有更多的联想 所以可能如果纯粹 看《山海经》 原来有一种怪鱼 吃了它 可能会死 可能将它 画到古灵精怪 但其实根本就是 我们平日 在金鱼街都可以买 五元条 就是鸡泡鱼 也会有这样的 不过另外说起金鱼街 我以前在我看《山海经》之前 我见过一种鸡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看回《山海经》 原来《山海经》已经有了 《山海经》提过一种鸡 叫船鸡 船是旋转的船 就是说它会咬人的鸡 和头像蛇颈 但其实根本就是 现在是有样子 也叫船鸡 或者叫恶龟 现代我们叫做恶龟 现在我们叫做恶龟 样子就像龙头 蛇颈 但其实根本就是恶龟 我们现代人所见到的恶龟 而恶龟是咬人的 还可以咬断手指 所以我记得《山海经》提过 我记得说是要打雷才放 像我们小时候听传说 打雷才放人 更加神话传说 更加神话传说 不是打的 要走雷 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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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弓劈 龟通常都是吃肉 吃的蚊 蚊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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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人养恶龟是饵肉 现在这些人养恶龟是有饵肉 饵肉吗 饵肉 甚至说的另类宠物 有一种叫牛蛙 葛蛙 葛蛙 葛蛙是饵肉给他们吃的 甚至乎葛蛙 我看过有些片段 葛蛙有些人不知道死 用手指尿葛蛙 是让葛蛙咬得流血的 葛蛙 葛蛙 葛蛙原来很危险 看他的肥头鱼 很笨重 但其实也很凶残 咬得很厉害 咬得很厉害 人养恶龟 也会用肉来餵恶龟 但是你要发现 我们《三个经》里面 是没有一种动物叫恐龙的 中国似乎没有什么恐龙 以前没有什么恐龙的概念 反而西方就知道有恐龙的概念 在中国出土 而且很多恐龙都用中国的命名 例如第一只叫恐龙之龙 一只已经是会飞的恐龙 但不是很大只小只 这些在《三个经》里面 我暂时找不到一些类似的动物 可能在汉朝的时候 这种记载纯粹是那些人的经验 可能是听闻或者见过 我相信很多都是听闻的 然后画出来 但实际上 因为一听闻的时候 很多种观念混合了 加上一些人的幻想 画家幻想或者作家幻想 就变成现在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动物 还有一件事 因为恐龙 如果当时 我不管《三个经》 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做 当时 看回《三个经》 我觉得那些人 是一个旅行团 在不同地方周围走 然后看见那些东西 就来到记录 所以我相信 他们都蛮走马汉花 走到那个地方 看到有生物 生物的 他觉得奇怪 他才写下去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能去理会 地底埋下了什么生物 那种东西 因为如果是按照以前的时代 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所谓考古 来考回整副恐龙的鞋骨 都没有这样的知识或技术 所以他也是看见 有一些奇怪的生物 例如看见 有一些提到 有一只叫鱼 叫什么 鱼 即是居所的鱼 有一种这样的鱼生物 那种生物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一种 色飞的老鼠 那种生物 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但是 其实来说 可能根本是蝙蝠 可能是蝙蝠 会飞的老鼠 即是飞天鼠 所以根本看到那种东西 就是在寫和描述 没有那么多时间 慢慢去找回恐龙的东西 所以没有这种记录 甚至西方古代的传说 也不是那么多恐龙这种东西 因为恐龙比较实际的怪兽 恐龙也是怪兽 但是真的实际的怪兽 而山海经 或者独角马 Dragon 这类的东西 都是一些幻想的怪兽 起码没有骸骨 没有一种证据 西方来说 对怪兽 会有一种歧视性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怪 在西方的文化里面 它不是上帝创造的其中一种生物 因为在耶教的文化里面 一切的动物、植物、人类 其实是一手由上帝创造出来 那创造出来 除了蛇之外 我看其他都是善良的 如果不是那么多古灵精怪东西 罗鸦就不会赶他上汤州 就死了 不会搞那么多东西 但是东方就没有这个包袱了 它没有了耶教创造轮的包袱 你刚才说得很巧 就是我们这个推测 就是有一群旅行家 或者探险家 他经过一些那时候未开发的 沿野山林、沙漠的时候 发现到一些生物 而这些生物可能是 他听到而已 听闻而已 未必亲眼看到 他加上他的想像 就画了一幅图 你记得很多时候 《生育经》里面 都是描写到这种生物 是有一种声音的 奇声如蜜 是的 奇声如蜜 是的 有些说像小孩哭 有些说像女人说话 什么都有的 这些也有可能是 他们有些土人 或者当地的人 听到一些声音 就想像一下 由这种什么动物 发出一种声音 来到形象如何 也未必 刚才你说到奇声如蜜 最出名的是那种鱼 《生育经》也有提过 《鱼字》变成鱼字 是的 或者我们现代人 叫蛙蛙鱼 蛙蛙鱼 是有其他意味的 是的 很奇怪 有一种鱼就是其声鱼 其声鱼鷹 即是鸥鱼的鸥 就是现在蛙蛙鱼 其实是实际有这种东西 蛙鱼以前是补品吃的 是呀 现在是补品吃的 现在是补品吃的 但也照样有得吃的 是补品的 不错 是的 刚才说回 他没有了宗教的一种包袱 很多东西 他增加了一个人的创造 放在里面 人的创造里面就是 有他的恐惧 有他的喜爱 有他的讨厌 他都将那些喜爱讨厌 加诸到他认识的 是一个想象的幻想的动物 西方一直说幻想 一定跟邪恶有关 不妨好事 所以刚才提到 罗亚方舟这件事 我也有一个迷思 究竟为什么罗亚方舟 都会被蛇进去呢 为什么都会被蛇进去呢 上帝应该都会很生气 没理由被蛇进去 还是蛇偷偷地进去呢 又或者有些说法 不会偷偷地 又或者有些说法 会不会就是 就假讨厌方舟里 根本不是活生生生生生生物 而是抽DNA 真的 我记得也有了 我记得自废祖ylum article 在实际中 这个侄理说法 这是无间随忍 как自发的 我记得不是太空狼 好像被放鋅豉了 nisse 是大灾难 这个就是教兴代人的想法 我们现在看这些旧约圣经 甚至乎希伯来人的传说 当作一个神话 神话本身不是说它的真实性 而是说神话的寓意性 这个跟宗教的神有关系 你信者就信了神 就不是信这些神话和后面的故事 这些事情有很多反驳 像刚才你想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蛇既然是魔鬼撒旦的化身 为什么要让他上船 让他淹死算数 所以这个就是 你当神话就完全通顺了 中国人的神话 譬如说 我们上文说过 跨腹追日 譬如说 迎天 没有干涉 这些哭冷 完全是因为他想表达一个鲜文神话的意念 永不排退 永不投降 永远战斗下去 这个重要在这里 未必是神话 譬如说 后毅射日 尚俄斑绝 这些都是看他的意义 不是看他的真日 大家都知道 是的 尚俄斑绝 现在上去太空 上俄一号 现在都说他是一个骗局 要拆穿他 何况当年 怎能吃到鲜丹 可以飘上去 就算飘上去 我看火箭这么快 也要有时间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如果时间差不多 包起来 其实山海经的有趣之处 正如我刚才也说过 最初可以当作幻想性的东西 但如果细心看下去 或是研究 可以发觉到 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真的 反而我认为以前看怪兽很精彩 我认为研究山海经 是第一层次 或是最低层次 最初阶的就是看怪兽 但如果再进阶一点 就是研究一下 究竟地理那方面 可以塌陷在哪个地方 刚才上一集所说 原来外国有本 《Pale Inc.》 《近乎退色的记录》 这本书 将山海经与西方 加拿大至墨西哥 这些地方 可以塌塌陷的地图 这是一个高层次的研究 又或者说 山海经中最吸引的怪物 其实很多怪物 刚才一直不断提及 写或画出来的图 就画到古怪怪很神奇 如果使用现代的方法去看 或者解读 其实根本是一种 非常普通的生物 或者最后再说一只怪兽 类像类 类像类 类像老虎 像老虎 还有它可以黏雄铜体 暴雨类 雌雄童體,但現在研究究竟是一種靈貓的靈貓 靈貓的靈不需要有靈性的妖怪,只是靈貓 這種靈貓其實是一種射香狼,令人覺得性器官是外露的感覺 於是被人覺得這隻應該是雌雄,但為何會有這麼明顯的香狼 以為是一個陰狼,會被人覺得是雌雄同體 甚至說牠吃了這隻雌,會食之不道,不會妒忌 可能這些人根本沒有吃過,但覺得如果這種生物能夠雌雄同體 牠本身來說也不需要尋求外界交配 根本牠自己可以搞定的,就不會有這種妒忌之心 所以就會引伸下去,像雌雄同體,吃了不會妒忌 這當是一個我對山海經研究的包包尾 這就是拋出引玉,希望大家對山海經有興趣,無論你在各方面 你在漫畫上,你在神話上,甚至對古典的書籍有些興趣 所以我和你都很期望有這些影視的作品,將來可以大家看到 更加普及到大家對中國一個很偉大的創作 有幾本用英文寫的山海經,西方漢學家很重視一個幾千年 有三千多年的作品,是這麼詳細,這麼精耀 講到一個地理,神話,怪獸,甚至乎各種國家的一種記載 今天差不多,下次再找文老基來講另一個 或者找你老友,黃家賢 是的,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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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新年仍然新春愉快,都是新精頭,好啊 不許你們這麼瀟灑英俊,好啊,多謝你,好啊,身體健康啊,祝你,不過你還是很健康,好啊,好啊,拜拜 拜拜